三大錯誤會考準備方式 你還在這樣唸國文嗎? 剛剛我們講錯誤的準備方法 第一個錯誤的準備方法就是 按測去準備 這是很不符合考題走向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? 因為按測那個測指的就是課本的測數 對不對? 但實際上課本它在大考 它的初題的比例只佔了八題 那也就是說你如果是按課本的測數 而且它是複習課文的話 基本上它跟大考有考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第二種錯誤的複習方式 就是那個像馬拉聖經這種複習講義 那複習講義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? 複習講義的最大問題就是 它幾乎整本講義很厚一本 都是在複習 各位看一下左半部 字音、字情、字意 還有語文常識 然後還有一些題詞 文化常識等等 還有一些文法問題 那也就是說那一本厚厚的講義 基本上呢 好你所掌握到的呢 其實只有八題 好 那可是實際上那些東西呢 其實蠻快就可以複習完了 然後很容易就可以掌握得到 那你還買了一本厚厚的講義去複習 然後你的國三一整年都在複習那一本 其實是完全不符合考題走向 也不符合經濟效益 這樣 好那等一下老師要講第三種 第三種 有些同學就說 欸那老師 這總該符合考題走向了吧 好那第三種是什麼呢 就是呢 課外閱讀的題本 好 那等一下老師要告訴大家 第三種其實也有它的問題 也是不符合 就是考試趨勢的一個準備方式 如果你是用題本去複習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好那老師要告訴你了 最大問題就是呢 這些題目是沒有分類過的題目 所以你在寫的時候呢 常常呢 好你其實不知道你自己呢 現在是在寫哪一種題目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你沒有辦法透過練題目而得到什麼樣的能力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進步